請一下部長 董事長,請 董事長 董事長,請問一下 這個預算,帥家就講得沒錯 如果你不能執行,或者說做不到 或是亂做,這都不對 這個預算是2900多億,接近3000億 如果好好做的話,應該是可以做得不錯 有些編列預算,上面你也看不出來 為立法委員追尋搜索,是很困難的事情 好比說,你上一次報紙燈那麼大 溫水游泳池要編54億5000萬元 你是把它預算編在哪裡呢 我們現在做一個規劃 未來,今年並沒有編列預算 只是說我們在政府行政院底下 以提委會為主,希望我們全國來提升游泳的能力 調查 那你是編在哪裡,是國防部的本部嗎 教育訓練業務裡面 現在還沒有編列 你們計劃弄在哪裡嗎 是做在計劃室的嗎 連三項目裡面 第二項第三項 教育訓練綜合作業是不是 不是 現在還沒有 這個錢到現在還沒有編入 只是在籌劃規劃階段 那這我絕對反對 為什麼呢 戰爭的話怎麼可以溫水呢 真的戰爭訓練的話越冷越好 每個天也是 但是這個戰爭來講 是一種真正的體能訓練 基礎訓練 你根本身體你也沒辦法應付了 所以我看了半天 這個預算 訓練中國右邊的一億多裡面也沒有這個 現在還沒有編 我現在有規劃階段 你要不要 那沒有編明年就不執行了對不對 明年沒有編這個預算 沒有編這個預算 沒有編這個預算 那報紙燈那麼大 這是委員在問這件事情 不是不是不是 我看你們是試風向 不是試風向 這個預算書早就編好了 你不能不因為什麼全民湧起來 我看好像什麼全民湧起來 這個觀念是錯誤的 這一項 我們絕對反對到底 這溫水用詞我們絕對反對 你的維持費也不得了 維持費也不得了 所以像這種浪費公帑 沒辦法做得到的 我覺得根本 這個 我們的國防部 如果花在這方面訓練少爺兵 我們是絕對的反對 這是訓練我們的子弟 都有能力 從不會游泳到游泳 把所有游泳池 發揮到它的極致 並不是少爺兵 事實上也是全民湧起來的觀念 這是拍馬屁的做法 這是提升 可以啊 那你用這個 不用一定要溫水嗎 溫水 你維持是花很多錢的 溫水只是平常不用 到了冬天很滷的時候才開啟 才開啟 希望這個游泳池可以 一年十二個月都可以運用 好我再請教你啊 這個 有這個叫神經性解讀劑的解讀針啊 那你們今天預算裡面也編進去啊 好像有編 這個編了 我看啊 陸軍 陸軍司令部也編85萬 海軍司令部編了29萬 後備司令編136萬 其中啊有一個有一個記系編列啊 三連緯制神經解讀針 預算啊 這個 85萬是陸軍司令部啊 一個29萬6千 一個136萬 那我請問你啊 這個解讀針啊 你要如何獲得 你編這個預算你要如何獲得 這個我請連山次長跟你說明 啊 王次長請 跟委員報告 我想神經解讀針 原來被我們國軍 納為化學裝備 一直長年以來就是以化學裝備來籌補 在98年4月份 這個衛生署啊 這個 把它建議成是 是藥品 那現在9萬多支怎麼做 那我們原來 在98年到102年 有編了這個要購買18萬餘支 那 這個 廠商啊 也就是說我們的農民製藥廠 因為它沒有辦法獲得 不是你不要講那麼多嗎 現在還剩下幾支 現在我們有40餘萬支 但是我們現在緊急的做法就是 第一個就是把這40餘萬支啊 我們做一個檢驗 在藥品還可以用的 超過百分之 他不是說是違藥嗎 那是以前的 這是留作戰備用 當然平常是不用的 那可以用嗎 那緊急如果說現在立刻有戰爭 當然不得 那以後呢 那如果是 他說是違藥怎麼辦 我們現在另外採取的步驟就是 一個是 軍售的途徑來購買 另外一個 就是從 國內來尋找廠商 那國內廠商目前 我們去找商員 那得標的話 就依法解約是不是 哪邊的得標 93年8月不是有 農民廠得標嗎 農民那已經解約了 就把解約了 已經沒有辦法拿到幾個證 現在這個空窗期怎麼辦 空窗期跟委員剛剛報告的 有關執行戰備的部分 就是以現有 我們把沒有毒性的 還有藥品還超過百分之五十的 那約略多少還可以用 我們現在 目前檢驗的八批 這中間有六批是超過五十以上 另外只有兩批它是有問題的 超過五十以上也是很危險啊 這是如果說緊急狀況 目前是這樣做 超過五十以上也是很危險 那我們現在持續就是趕快緊急的採購 目前為止 那你多久可以採購得到 均售這個部分 這個十二月會可 可以給我們答覆 可以給我們 不是不是你什麼時候要不要兩年啊 不是要不要兩年啊 如果說 這個 美方同 同意了 許可了 我們大概從現在開始 大概有八個月 那你現在這個編列這個錢啊 我們暫時 給他動支或是刪除好不好 報員這個不能動支 問你你根本沒目嘛 大概六個月 十二月他給報價 我們在明年六月份就可以拿得到 你們這個叫做浪費公帑 浪費公帑 報員這個絕對不浪費公帑 以前的就是浪費掉了 五十八以上可以用到其他的呢 其他的我們就是 因為事實上孝綺他只有三年 就丟掉嘛對不對 不是那孝綺過了 本來就是要銷毀 一直以來也都是這樣子 不是 那你們就是編列上 你要中和時 民時欸 現在因為急迫 當然要編列 我跟你講這個 這個是一個大問題啊 所以剛才帥教授講的沒錯 你們很多是 我們要看這個預算裡面啊 你都隨便寫一下 那到時候再大挪一 怎麼樣移來移去 這個不能挪 這絕對不能挪 這個對我們來審查預算來講啊 要這個把你們這個好好的 那個預算啊 要好好的審查一下 還有 委員對這個很關心啊 跟委員報告 這項絕對不能挪 因為如果挪了 就真正的會影響到戰盃 如果真的有戰爭呢 我們的此地啊 還有 要面臨的危險 再請教你一下啊 這個空情情務佳集啊 你們今天編了多少錢 主機還是 主機來說明 參謀長 王委員 媛媛 目前為止 100年我們編了 各項情務性的加級 大概有34億 不是 我就空情 空 蜱募加級 空軍參謀長 我也好 我是空军参谋长 我们空军的这个 加级方面 今年编了九亿多元 九亿四千五五十二万是吧 那么你这个提务加级会乱发钱 不会我们都是按照规定 哪些的可以领取 我们一共分成四种加级 四种加级 阶级是怎么样 有位级校级以及降级 一共一千三百多人 一千三百多人 那地勤人员有没有 只有空军的才有 那怎么分呢 那怎么样才叫公平呢 他就确实从事飞行的任务 或者是业务的需要 调了地勤 还有续织的这个规定 这样才能够领取 他在虽然是地勤 但是他还是要从事飞行的任务 航一 航一是不是 航一也有 对 所以你这个分配啊 人家减几嘛 反弹很大 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航一也有确实从事飞行的任务 才有领取飞行加级 他去减几还不知道对不对 他说 每年啊 飞行人员每年啊 都可以拿六十万元 有没有这回事 那个是续服奖金 目前这个 目前没有六十万元 就公布人员续服奖金啊 续服奖金 目前没有六十万元 多少钱 目前我们现在正把这些需求的报了国防部 报了行政院 行政院目前还有一些问题 我们还在审议 还要去答复 我看了你们的避算呢 两将近三千亿啊 不要讲两千九百多亿啦 相当事实上等于三千亿啦 在正式别里面啊 排名大概第三啦 因为社福支出很重要 教育支出很重要 排名是非常重要 但是啊 你们的用钱啊 你买武器 可是你买的有困难 你又买不到 那你工程又一直落后 那你不该做的又做 老实讲 真 如果你们有这个同仇敌戒心啊 有真正保卫国家 这种真的很强烈的战争 就 保卫国意志啊 那这个啊 国家国防是非常重要 我们本身绝对支持到的 但是你们如果 什么钱啊 都没办法执行 都乱花 这个我们没办法支持的 我们立法委的立场就是这样 刚才刘委员说退回啊 退回等于是说 立法委员啊 退回让他重编 因为我们不能说增加你们的预算 立法委只能缩减 不能增加了 只能删减 那退回的意思就这样 但是我是希望你们啊 这个预算啊 执行面很重要 谢谢委员的指导 你这个边乱边啊 也是不对的 不会乱占的话 谢谢彭委员